歡迎來到新台灣星光大道 昨天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在518靜座結束的時候告訴大家一段話 她說受傷的老鷹還是老鷹 在野黨在未來有很多的計劃要來監督執政黨 特別希望能夠在年底的選舉而收割 這一年內民進黨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進行公民連署 要公投ECFA 公投ECFA 這可能會是他們年底縣市長選舉的共同證件 我們需要社會大眾跟我們在一起 我們一定要成功 就是我們要推動ECFA公投 我們要結合社會的力量 完成百萬人連署公投ECFA案 這是讓人民意志的表現 來制衡這個獨大的政府最好的武器 讓我們一起來進行這個艱難的工程 來落實我們的反輕鬆 顧台灣的理念好不好 包括民進黨在內有一些反對力量的抗爭 我一向的態度都是願意談 而且我一向的態度是願意談具體的問題 我常常在問到底我們在哪一個問題上 喪失了主權 到底我們在哪一個問題上 矮化了台灣 告訴我們啊 到現在為止我們看不到任何一個 昨天前天的這個517遊行518靜座 到底這個訴求清不清楚 蔡英文在最後呢提出了一個比較具體的訴求 就是一年內要聯署公投ECFA 但是在經過這個遊行之後呢 今天民進黨的前立委李文忠 在報紙上有一份投書喔 這個投書呢 是呼籲民進黨要找回兩岸主張喔 因為在這個遊行的裡頭 他看不到兩岸主張的訴求 他有一些內容喔 似乎對於這個蔡英文所提的疑問 跟很多不管是藍營還是社會大眾 對民進黨所提的疑問是一樣的喔 他說呢 民進黨是怎麼面對主權跟兩岸經貿這些議題的 到目前為止 台灣社會看到我們所做的就是反對 除了反對沒有別的 那反對ECFA 反對馬政府的兩岸政策 這麼多個反對之後 他們贊成他們要求的是什麼東西呢 他也分析為什麼會反對喔 他說為什麼只有反對呢 就是因為害怕而反對 害怕什麼呢 害怕被統戰喔 那反對什麼呢 反對是什麼都反對喔 包括他們自己執政的時候推動的兩岸政策 也都反對 但是他問說這樣子要怎麼反對呢 他說我們都用了最強烈的方式去反對 比如說在立法院裡頭 用鎖門抗爭的方式喔 這是蔡英文 這是李文中要問蔡英文的問題 也是很多人要問蔡英文的問題喔 他說呢 面對中國日益的強大 北京領導階層的精明操控 台灣要戒慎 但不必這麼沒有志氣 就是什麼事情都反對 不願意跟對岸交往喔 他說呢 其實李文中蠻持平的看 馬政府現在的兩岸政策 他認為呢 馬政府用兩岸外交修兵來獲取中國的善意 或是一種另辟捷徑的方式 而且以這一次參加WHA為例呢 用中華台北或是台澎金馬關稅領域加入 我們雖不滿意但能接受 所以這一篇是民進黨的李文中的投書 蔡英文看一看之後 會不會覺得他們在街頭的這些訴求 為什麼跟自己的黨員的意見 有這麼大的落差 郭大哥 李文中是提出一個 目前民進黨主流意見 另外一個思考 我是非常贊成這種創造性破壞提出來思考 我想起在許信良當主席的時候 都會把民進黨內邀請一起來討論一個 西進政策 做非常理性的辯論 我很希望民進黨就從李文中這想法 提出一個大家來辯論 因為你如果沒有新的中國政策論述的話 那是最現實的 那就是42%的基本盤就在那裡 就是去年 西藏領得票 就這樣子 永遠跨不了50的 那跨不了50 就萬年在野黨做下去 那台灣有我們的優勢 媒體自由司法制度 當然司法制度還要改善 但比較好 我只要說法制 或者是一些市場經濟 或者是民主制度 公民社會 很多民間團體 這是我們的強項 因為有這個基礎 其實跟中國大陸溝通 是不用去擔心的 這本身就是利益不敗之地 那我剛剛意思是說 昨天很可惜 昨天不是提一個 其實蔡英文的拼錯 我聽到是EFKA 是EKAFA EKAFA EKAFA 他講兩次都講 他都搞不清楚這名詞 EKAFA 你可以再聽一次嗎 他剛才唸在一起 是唸EKAFA沒錯 EKAFA 但他拼可能拼反 好 ECFA 其實這個ECF的公投 是一個很遙遠的事情 我覺得這虛擬議題 很遙遠嗎 沒有 一年內要完成 不是 EKAFA到現在是 沒有 EKAFA現在是什麼 坦白講大家都還不知道 至少七成民調 大家不知道它是什麼內容 你叫公投 那大家就說 先不知道 但是先反費再說 這是一個虛擬議題 這是虛擬議題 我剛剛意思是說 如果昨天在這個十點多 不是民進黨版的國事會議 你在民間觀點 在講說我要召開 一起跟環 只要一起來開國事會議 沒有說不能談的 我再說一次 國民黨跟共產黨能談 為什麼國民黨 跟內部的民進黨不能談 當然要談 這是民主制度常態 不能說我跟一個準敵國 一個跟我潛在的敵國談 卻不跟自己的黨談 內部的政黨 這是沒道理 絕對沒道理 國民黨要放開 要釋放 剛剛觀眾說不用談 當然我會尊重關 但是執政者 主政者 就是當家 當家都要哭話來 馬英九不能做 要做國民黨籍的總統 要做兩黨的總統 這才是領袖 你看我舉個例子 歐巴馬 他會找共和黨籍的 由他所長去做中國大使 他就不斷的 在凝聚他的中國政策 這是一種思考 但是 除了這個議題以外 民進黨並不是 後五一是又沒事了 天下太平 王子公主快樂 不是這樣子 阿扁的幽靈還在上宮徘徊 沒有結束 這三分之一 誰是回的 你不知道 憂魂誰回來 對不對 第二點 今年下半年 有四次江城會 四次江城會 對民進黨黨內 有些人一直蠢蠢欲動 為什麼 尋舉也到 要來插揮 要來動完都有 所以這時候 四次江城會 你是不是也是觀察 你是不是要再上街頭來抗議 會不會又激烈了 因為嗆馬英九 大家還客客氣氣的 但嗆陳雲林 他就敢放手幹 我說指民進黨群眾 這時候有一個考驗 所以並不表示結束 說 昨天的遊行結束是 暫時至少確立了你 參與黨內的威權 但是 他說受傷的老鷹 受傷老鷹是揮不起來的 要好好療傷 受傷老鷹還是老鷹 但是受傷就揮不起來 所以你不好好療傷止痛 不知道自己問題所在 這個翅膀折斷了 會揮不起來嘛 所以到目前為止 還是受傷老鷹 並沒有改變什麼 那個傷還沒治好嘛 不過如果國民黨 跟民進黨要談之前 蔡英文是不是先應該 跟李文中談好了 再來談 蔡英文應該跟那些獨派的 跟挺扁的先談 這兩個如果合不起來的話 就不用跟國民黨談了 這個鍾信雄一直講說 為什麼國民黨跟民進黨 沒有辦法談 因為民進黨要處理裡頭 這兩塊 要不然跟誰談 所以今天好像說 許信良建立說國共平台 還要民共平台 民共怎麼來平台 哇 阿公的都 我參與你講 參與你講 阿公的誰 我說這個李文中這篇文章 其實是稀鬆品嘗 沒有什麼創建 我以前寫平這個比較好 你還沒拿出來討論 你怎麼坐在那裡 討論你的文章 我跟你講 李文中其實講白了 他是什麼呢 他就說 關於兩岸政策 你不要用意識形態 跟口號來欺騙老百姓 你以前主張過的 現在就為什麼反對 你對老百姓要老心 但是我對蔡主席講的 受傷的老鷹 我覺得很有意思 為什麼他想起 用老鷹來形容民進黨 陳水扁也說 虎弱平洋的老虎 也是老虎 過街老鼠的老鼠 也是老鼠 被欺負的小鷹 也是小鷹 我覺得這個 動物農莊 我覺得民進黨像老鷹嗎 我覺得民進黨不太像老鷹 那講到ECFA 我覺得你們都不太懂 民進黨的用心 因為他拿抓到一個ECFA 然後就是 從現在到年底選舉 或到明年 這是一個動員的手段 一個很具體的訴求 沒有 大家都白倒啊 連輸 吹車頭真的連輸 大家都在連輸 你知道嗎 關台真的假的 關台有來不來不來 反正連輸就動員了吧 陸聯公投一樣 就連輸 我們趁這個機會 跟老百姓講 ECFA 這已經弄壞了 好 那國民黨 就是反對ECFA就對了 不是 但是國民黨 那個 馬總統 你聽清楚 已經老是跟你講了 你有足夠的時間 處理幾件事情嘛 就講說 為什麼有ECFA 如果不是老共 跟我們搗蛋 我們不需要ECFA 我們跟所有國家簽FTA 就好啦 這個要講清楚 為什麼要有ECFA 是老共欺負我們 欺負國民黨 也欺負民進黨 欺負台灣人民 所以才需要ECFA 我曉得 中南海都在聽我們講什麼 我現在就這樣講 我也不怕你聽 就是老共 有老共才有ECFA 那ECFA 為什麼需要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其實你不急 老共比你更急 你看昨天 在海峽兩岸論壇 那個王毅 王毅他講中文的 你把那個中文翻過來 變成英文 完全就是ECFA 我們以前 我以前一度以為說 馬英九一直講ECFA 你一個都不去 那你怕農產品過來 老共說 我不希望賣給台灣 這都說清楚 有本書 我曾經說的 說清楚 誰有清楚 交代嘛 還有就是ECFA簽了以後 如果畢竟有些產業會受傷 你國民黨政府 你就要列出所有明確的 每年的預算有多少 都報理 我覺得如果這個 都做好的話 我覺得這個公投做不起來 你就ECFA公投 不過民進黨的目的 如果是連署的話 他就是連署就好了 他的工作只是動員而已 不過李文中問的問題是說 我們在兩岸政策上面 都是反對 什麼都反對 通通要反對 反對到 把立法院的門鎖起來 但是我們要的是什麼 大家也要問啊 那民進黨要的是什麼 我反對這個 那我要的是什麼 不知道耶 真的不知道 OK你太聰明了 我昨天開玩笑說 民進黨就像是個 青春期的兒童 還沒有定性 就像要我猜我太太的 服裝品位很難 一樣 不好猜 你太太是青春期 對 他的服裝品位在青春期 還在青春期 他現在沒在看沒關係 我覺得他很像走在那個 還是一個迷宮中的困境 說真的我這樣批評民進黨 我知道後座力會很大 真的我那天有稍微講一些 我覺得 沈醫師剛剛的分析是很對 ECFA的公投 我覺得 在公共政策的實質討論面上 是少的 我覺得還是偏向於 選舉動員的必要性 那民進黨透過這種 連署這個東西 他解決了 組織動員 解決了文宣造勢 這兩大很重要的議題 而且他知道 這兩個是投資 他用ECFA做公投 是投資最少 但是台灣的媒體 會給這議題做大幅度的報導 所以他是最小投資 最大的傳播效益 他有這部分的精算 回來看ECFA的公投 我個人說實在我並不反對 因為它的確是一個 非常重大的 國家公共政策 如果透過公投 但是要理性的公投 讓主張跟反對的好好站上來 但是我強調一點 民進黨不能只是反對 你要給我們beta choice 更好的選擇 或是說替代性的選擇 我要你拿出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 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我過去年輕的時候 我們在推公投法的時候 那真的我覺得 是我做一個民進黨過去的支持者 讓我最驕傲的一件事情 很辛苦 大家在烈日下 為了絕食什麼都在做 可是我跟民進黨的徹底絕裂 其實跟公投法 他們的濫用 有絕對的關係 老闆也老 滴 bit 按照臺向前 我們就覺得說 哪有人這樣 一階段 兩階段 在那頂 關門 那 Mull 下 然後設定一些莫名其妙的題目 真的 讓我們這些 就是說 很單純的理想主義者 我臭 往自己 Who 總覺得шая 他有點理想主義的成分的話 真的是受不了 這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文中講的話 我覺得 完全 Full 我記得以前在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小英是民進黨的行政院副院長 那時候要開放八寸金圓去中國 我那是台灣社秘書長 我第一個跳出來說 自由時報訪問我 他以為我帶頭說不行 我說可以 我那個記者我要記得 李新芳你剩好了說要去 我說我去 絕對沒有違背台灣的主權 因為這裡面牽涉到 非常嚴謹的產業佈局的問題 而且滿足了包括對等投資 總量管制嚴懲不法 一個限決條件 小英還鼓勵說會不錯 文靖你這段說真的 有照一些那些東西去說 結果最後 你怎麼能照這個節目 自己分析幾句說你不錯 小英說他不錯 不要這樣電 有啦 你今天有說小英說 你說都對啦 但是不會啦 你看小英怎麼會這樣變 我回到沈醫師的專業領域 去批一下 人事環境的產物 那個不在民進黨 這一局裡面繳獲的小英 我對他是有期待 可是一到這個圈子裡面去 就招經理 所以剛才有觀眾朋友說 文靖跟沈醫師 你們走到狀態 我們不敢當 我們沒什麼 我常檢討我自己 我一旦跳離那個環境之後 我覺得我回歸到一個 正常的楊文靖 去看待事情 做我負責任的批評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沒有什麼特定的傾向 我們先進廣告 每個人都恩 如果我也會